面上肯定是有亏损的 而且啊 不是估值报告里的那个数字 我怀疑他们是做了手脚的 最重要的是 你看了这个有机标的资质了吗 已经过期半年了 只有两个追溯案 正在协商当中 我家在湘西 还有一个茶厂呢 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我们这茶园呀 生产线呀 有机标倒是都有 这最近啊 我想把它卖掉了 你们谁想接手啊 我可以便宜给你们啊 老婆 没事吧 我有点晕车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有点偏僻 山路店吧 来 喝点我们自产的茶 你们转让的时候 怎么连账都没插清楚呢 可能是签合同的时候签得太太快了 所有的手续啊都是他们那边办的 那想什么呢 李太太 你那个茶厂到底盘还是不盘啊 我可有个朋友在问着呢 我那个茶厂啊 正想盘给顾佳呢 我现在就等着她的资金呢 顾佳这边要是不成的话 你再跟你朋友说好吧 李太太 我这边没问题的 我们公司这几天就会进来一笔账 也就这两天的事 那就好 好 好啦 老婆 你签字前 就没想着过来看看啊 你们这不是挖好了坑包 我们往里埋吗 这我们一直是正常生产的样 我们这儿的茶都是好茶呀 行 我现在说的不是你们的问题 要不要先给那个什么太太打个电话 问问 好 好 我该提供的都提供了 也都是正规手续 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 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 李太太 我当初是因为相信你啊 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 这肠子效应不好我不想做了 而且一开始我也没想转给你 是你自己死结巴里找我 让我转给你的 好 郭佳 这厂子呢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 后边的一百五十万转让费 你必须按时打给我 一分也不能少 怎么说 许总 佳姐 其实呢 现在只有两条路给我们选 要么 就把厂子继续开下去 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 如果把厂子开下去的话 这个有机标的过期罚款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然后投入生产又是一笔钱 没有两三百万肯定下不来 这势必呢 要向银行再去贷款 压力会很大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们直接宣布破产倒闭 及时止损 这样的话呢 这后续的转任费呢 又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进行减免 我们前面投的钱呢 全赔了 我们钱白捡的 顾老板 这厂子不能关哪 工人们都都得靠它养家糊口啊 你也不得了